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八点三十分举办宴口诗时 弥陀讲堂内由明定大法师主坛 领导高僧介德恭送瑜伽宴口诗时要集 回向法界万灵 并召起六道众生前来接受供养 宴口诗时是水陆法会中 最隆重而又慈悲的遗鬼 也就是施斋时供养水陆友情 以救拔诸鬼 据说梁武帝消眼 曾经夜梦水僧告知 六道四生受无量苦 唯起见水陆无遮大法会 麻祭之 始能脱苦 梁武帝便披揽金轮 综合慈悲良黄宝灿 由梁武帝当斋 一直沿袭到今天 希望对十方法界六道众生 细节度化 除了诗时之外 又有诵经持咒的法师 可以让受苦众生心开意解 得到法水滋润 因此功德最为殊胜 参加水陆法会的意义 在于学习平等心度众 以表达对一切众生的友爱 除了给予衣食 更要仰仗佛力 法度六道众生 解脱烦恼生死挂碍 水陆法会供养的对象 上供养法界诸佛菩萨 赐供养梵王帝世二十八天 尽虚空界一切尊神 下供养五月河海大地龙神 地狱众生 以及无主无依孤魂等等 苦同供养 对于为发菩提心者 因此水陆法会发菩提心 为成佛得道者 也因此成佛得道 在水陆大法会的外坛中 所设的宴口 主要是在诗识恶鬼道的众生 宴口其实是恶鬼的名称 又叫灭燃 因为生前坑命 所以得到的果报 就是身体枯瘦 而且咽喉细如针 搅晃的时候 口中还会吐出火焰 由于他曾经在佛陀的弟子阿难 入定的时候显现 因此因缘而成为佛教 放宴口仪式的发端 由于恶鬼的作息时间 是晚上五点到十一点 因此做宴口失时的时间 多半是从傍晚开始 宴口有召请十方三世 破地狱咒 开淹喉的功德 神速落作梦想 地悔灵灵灵敲待千 万光迷心 诸不详 万物相传 遥不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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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布施者必得利益 布施影视经中说道 可得长寿 健壮 庄严 名誉 辩才等利益 共一佛 摘一僧 尚有无限功德 何况普同供养十方三宝 六道万灵 岂止自立一生 亦乃恩沾九族 维新宗禅祭山仙佛寺 赞助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 今年已经迈入第十五年 由信众发行供养的宴口浦桌 数量也由一两千桌 扩增为一万一千多桌 如果以每天两千桌来计算 光是事前的整理及分装 就是一大工程 而这些工作 都在陈金座师兄的带领下 所有志工发挥最高的奉献精神 创造出一条最有效率的生产线 一般我们法会都分配一些工作职责 那我分配到的是宴口坛浦桌作业 然后这个浦桌作业 就是说把贡品在法会之前 宴口之前先进到我们室里面 这个画面看到这个场所 这个场所是我们钻成 整个是我们的粮仓 我们把未贡品采购进来以后 放在这个粮仓里面 然后我们要把它包装 因为我们的桌数很多 譬如说今年大概预估会超过 一万两千桌 那么这一万两千桌 我们必须在宴口浦桌开始之前 把它包装好 各样产品把它包装好 一桌里面有十二盘 十二盘的品项 十二盘的桌数里面 大概会有十七八项的品项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包成一包一包的 后面看到这个包装 一包一包包好 然后这个包装作业的前作业必须要三天 三天是进货 譬如说我第一天先把最重的那个饮料部分先进来 然后第二天把米啊 还有饮料 还有一些罐头 比较重的再进来 第三天比较轻的 后面这些把饼干类 米粉类进来 然后把它摆成一个动线 围成一个动线 然后我们开始利用我们的义工 我们发动我们先佛寺 我们维新生叫义工 来做这些普桌作业 然后包装成一包一包的 所以前作业大概要三天 然后第四天来包装 然后我们譬如说我们昨天开始 燕火的普桌开始 我们昨天就开始把普桌再出去 一天的大概超过两千两百桌 这样子每天再包 每天至少两千桌以上的普桌供养 几乎占据了禅吉山仙佛寺所有的道路空间 从摆设到插箱到收桌 都有志工发心完成 因此许多志工都是天不亮就起来工作 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赞叹 我们普桌的桌数每年就在增加 到去年是第一次突破一万桌 那我们师傅那时候开支桌 我们一万两千桌 是把我们在我们水路法会的之前 那个益京大学八卦圣子那边 一千多桌把它包含在里面 所以去年大概会收一万两千桌 那随着这个桌数增加 师傅去年就有开支桌 明年大概会几桌 我会超过今年一定会超过去年的数字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会想到一个问题 师傅会说他有没有问题 我一定会说没有问题 先把师傅的这个问题把它接受了 再来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相同的这个问题 我就必须很商量 因为我们的尾仙佛寺的场地 现在的空间是固定的 所有空间只固定这样子了 那师傅开始说就这些空间 那我就想好就这些空间我来运用 所以我会事先到我们室里面各个地区去看 然后我去看说哪个地方还可以再摆浦州 我会一直看一直看 包括如来园的山坡地 只要可以摆得上浦州的地方 只要它的浦州不是很斜 那个地面平面的地方 我就要摆浦州 一般义工请他们安排义工来 他们会在八九点到 然后坐到晚上 像昨天是到十点多圆满 那我们有几位比较发现义工 都住在这个宿舍里面 我知道我第一 我前天晚上跟他们住在一起 我们几乎是四点半同时起船 我们就从五百楼汉那边 开始把那个普桌先把它摆好 普桌摆好就是前座业 你必须把前座业做好 等到他们义工来的时候 才可以把贡品上桌 所以这个前座业必须有人做 但是这个前座业 没有几个人了解 他们来的时候都看到桌子都摆好了 他们没有想到桌子谁在摆的 就是五点多的时候 就是几位师兄 我跟你讲 不超过三位 五点多在摆这些普桌 从山里面到现在一千多桌的普桌 不超过三位师兄在摆 他们就是慢慢摆慢慢摆 利用时间来换取能力的不足 这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在今天我们 我今天六点多到 他们已经把里面一千多桌摆好了 非常赞叹 那个都是从我们中南部上来 因为郭梁露私交 跟王庆田私交 真的很赞叹他们 他们把他们的时间 他们前程投入这个 那个宴口团扶作作为 前程投入 就全部住在宣服室里面 每天就是这样子 五点就开始作业 做到晚上休息 他们是做到圆满才休息 真的赞叹他们 宴口诗时到晚上八点三十分结束 志工同修 法师 讲师 不分你我 快速的收拾打包 宛如勤奋的攻凤部队 而事实上 经过一天的法会 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疲惫 但是为了护持水路法会 顺利圆满 现场几乎没有人闲聊交谈 维新宗门的同修 确实是一支乐赞服务 勇于奉献的团队 也因为感受到宗门的法 是真正的善法 也才让水路大法会的每一天 都在宴口诗时完毕后 画下完美的句点 而隔天一大早 马上就有车辆 将昨天补过的贡品 再送到相关单位 等待发放给需要的民众 老祖很慈悲 中祖也很慈悲 我们每一年的水路法会 因为我们的普通多数很多 所以我们都会把这些 以共的这些贡品 我们很多的学员 或是很多的三星大德 他们都把他们的贡品 要跟社会大众结缘 所以他们会留在先佛市 然后请我们市里面 负责把它分送到全省各地 那现在我们以 我们全省各地的三十几个道场为主 我们的分道场为主 各个分道场 我们赞配一个道场发200包 把这200包发送到 我们道场附近那些低收入户 比较需要这些贡品的那些 那些朋友 我们跟他们分享 然后这些贡品 都是老祖开示 都经过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拿回去去吃 吃平安 除了吃平安以外 这些贡品 当你把它打开 譬如说我打开那个酱油 有酱油就有香味 这香味一打开 它就会供养 你当地那些法界众生 你回家把那个米粉炒菜一炒 一样香味一出来 一样供养你侠内的法界众生 所以功德功德非常殊胜 不但可以帮助那些穷苦人家 而且还可以利用佛菩萨加持 把这些贡品全部让大家分享 求大家会很平安 擔任普桌摆设工作的 陈金座师兄 几乎一刻不得闲的指挥调度 虽然辛苦 也有很多措手不及的变化 但他完全不解乐观开朗的笑容 工作态度值得学习 所谓黑衣部队 师傅在最近才开始 黑衣部队 这个我们所团下的黑衣部队 我们这违亲志工 其实它就是老祖的法 这个我会等着 我们把这件衣服 师傅开这件衣服 会重新做一批 然后师傅会在 会开始对外 来开示 所谓黑衣部队 这个就留着师傅开示 因为师傅已经先跟我讲过了 他跟我说明说 黑衣部队是大概一个 老祖的开示 怎么一个情形 那我们请师傅再开示 那我跟各位报告是说 黑衣部队其实 以我个人来讲 我们黑衣部队是说 疫情志同道合的 你有三心两欲 所谓三心两欲 三心就是说 我要有一个欢喜心 我欢喜心来做 厌口团扶作作业 虽然很辛苦 很辛苦 但是我要欢迎来做 再来就是要感恩心 我要感恩说 我今天还能做 这么辛苦的工作 我还能做 代表我身体还很健康 还很壮 我很高兴 很感恩 那要很慈悲心 因为做这个 你要带个慈悲心 第一你辛苦 你不要抱怨什么 你一定要发心来 你要忍受一切 你所面对到的一些困难 你要突破种种障碍 那这些都是 你发心来做的 一个基本的心理心态 那两欲就是 我要愿意来做这个 但是我也要很乐意的做这个 所以我一直把三心两欲 这个精神 我希望每个参加黑衣部队的 或是你参加 厌口团扶作作业 甚至你来参加所有 我们微信信教所有义工的 这些同学们 我们都能够 分享这个三心两欲 大家一同发个心 欢喜心来当义工 这样 就是一份善念 水路大法会 为民养两界 搭起了一座桥梁 让我们不只感受 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慈悲 也可以与生生世世的眷亲 与六道万灵 再结好缘 让所有六道众生得温饱 就是唯心中的法义精髓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的最佳示现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